F-16A B Block 20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自1997年开始陆续交付给台湾空军的一批F-16战损战斗机。 这一系列战机被美方称为Block 20,即第20P4生产版本。 F-16A B Block 20机型是基于早期的P4-15OCU版本进行改进的,融合了P4-52的机翼与机尾射击,进一步优化了战机的飞行性能和结构强度。 此外,该机型的航电系统也根据北约的F-16A B MLU方案标准进行了升级,增强了其超视距空战,精确对地打击以及反舰作战能力。 这些战机总计生产了150架,截至2012年仍有140架在意。 自2018年起,台湾空军开始将这批F-16A B Block 20战机升级为F-16B标准。 2023年完成全部升级工作,冷战时期,台湾空军主要依赖从美国进口的战机来维持制空权。 而F-16战机自1970年代开始服役于美国空军后,台湾多次在美台军售会议上提出购买F-16的提案。 在吉米、卡特政府时期,通用动力公司为了争取台湾的订单,曾提出了F-16-79计划。 该计划使用F-4U海盗战斗机的J-79涡轮吞气发动机,生产降级版F-16,目的是绕过美国国务院的出口限制。 然而,这款F-1679的性能远不及标准版F-16,并及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尤其是那些具备采购能力的国家更倾向于标准版F-16。 因此,F-1679并未受到广泛青睐,进入1980年代,由于里根政府签署了817公报,限制了美台军售。 这使得台湾空军希望购买F-16的计划变得更加渺茫。 到1980年代末期,台湾空军的主力机型F-104星战士战斗机逐渐接近其不易寿命的尾声,妥善率急剧下降,不仅影响了空防任务的正常执行,还导致了多次坠机事故和飞行员的伤亡。 台湾空军急需一款现代化的战斗机来填补这一空缺。 1989年5月,台湾方面访问法国,并与法国打索集团达成协议,购买60架幻影2000战斗机,并保留了后续追加采购60架的选择权。 这一军售案在当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和压力,最终促使美方采取继一步行动。 1992年9月3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竞选连任期间宣布,同意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机, 包括120架F-16A和30架F-16B,总价值高达60亿美元。 这一军售计划在美方被命名为和平凤凰,而台湾则将其称为凤凰计划。 这批F-16A-B战机的引入,不仅大大提升了台湾空军的作战能力,也象征着美台军事合作的重要一环。 尽管这批战机并非台湾当时首选的F-16CD版本,但为了应对台湾空军急需更换老旧机型的需求, 最终生产了具有独特设计的F-16A-BBlock 20机型,成为台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 尽管当时通用动力公司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工厂量产的机种为F-16CD,且这是台湾空军的首选,但最终批准出售的是F-16A-B型。 为了复刻旧机型,势必会增加成本及后续难题,经双方协调后,生产了一种独特的F-16A-B混合型号。 该P4以P4-15OCU后期型机身为基础,融合了P4-30%的机翼,P4-52的机翼与垂直尾翼,P4-42代挂载点的进气道, 并配备了当时欧洲四国正在进行的中期寿命升级计划的航电设备标准,以及P4-32的动力系统, 普惠公司的F-100PW-200发动机,从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F-16型号。 尽管和平凤凰计划为台湾空军提供了战机补充,但当时空军估计仍需约450架先进战机。 由于先后购入的三款机型总数未达到此门槛,约有一个连队规模的1980年代末期制造的F-51F战机仍在服役。 这批战机服役满20年后,大约在2005年,台湾空军开始争取向美国采购至少66架F-16CD已取代F-5机队。 然而,由于美国对经济贸易的考量,加上其他国家利益因素,F-16增购计划长期未能获得美方批准,直至2019年才成功增购F-16CD Block 70。 2011年9月22日,美国向台湾提出了F-16的全面升级计划作为军售项目。 美国方面公布的升级清单包括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联合头盔瞄准系统, AIM-9X相尾蛇空对空导弹,NLQ-213电子战管理系统,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HSC Glass-2电子波吸收逆踪图层,以及原计划研究的F-100PW-229发动机换装,最终实际升级时未更换发动机,沿用F-100PW-220。 部分美国参众议员则希望奥巴马政府批准F-16CD对台军受案,既能满足台湾的需求, 又能延长即将关闭的F-16生产线,缓解美国失业率问题。 后来,美国官方表示,并未排除未来向台湾出售F-16CD的可能性, 此举指在先增强台湾空军的F-16AB战力,以尽量平衡解放军的威胁。 2012年10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赢得美国政府价值18,5亿美元的合约, 负责为台湾145架F-16AB战斗机升级航电系统,升级内容包括安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陷入是全球定位系统等,电子战和其他航电系统也得到全面升级。 在雷达选行上,台湾空军选择与美军相同的雷达款式, 最终,洛克希德·马丁宣布,诺斯·罗普·格鲁曼的SABR美达赢得竞标,升级工程的前两架在美国进行。 其余大部分改装业务由汉祥工业在台湾完成,预计于2016年至2021年间完成。 2015年10月21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 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等设备的F-16V已在德州沃斯堡基地完成首次试飞。 这架性能提升后的F-16A战机属于台湾空军,是全球首架完成试飞的F-16B型号。 另一架由双座机改装的F-16也在台湾空军服役。 首批升级机于2017年1月16日投入使用。 P4-20的F-16以P4-15OCU后机型机身为基础制造。 而P4-15后机型的特色在于采用P450-52的机翼和后机身设计, 强化了F-16A原有的结构不足,导致机身空重介于P4-32与P4-52之间。 其进气口采用了P4-42的架构,增设了硬点结构。 可携带低空导航及夜间红外线标定吊舱, 包括外销版的NAQ-20探路者导航吊舱与NAQ-19神射手标定吊舱。 其进气口为F-100PW-220构型,直径较小, 不适用于CD-P450-52的F-120,G-129或F-100PW。 229等进气量较大的发动机,P4-20装备,A-B型飞机, 采用NAPG-66多普勒雷达。 台湾空军使用的型号,最大探测距离约为150公里, 输入功率为3,58千环,共采购157部, 与欧洲国家中期寿命升级的NAPG-66V-2A版本有所不同。 为配合半主动雷达制导的麻雀导弹, 增加了连续波发射组件,提供连续波照明模式, 用于导弹发射指挥。 因早期美国未向台湾出售AIM-120导弹, 故该导引能力被暂时禁用。 直至2000年,美国政府批准出售AIM-120后才得以恢复。 此外,NAPG-66与NAPG-66V-2A在能力上大致相当。 如最大探测距离可达180公里, 能同时追踪10个目标并引导导弹打击P-4-20的飞机, 如同P-45OCU一样机, 均使用F-100-PW-220涡扇发动机。 该发动机采用数字式控制系统, 改进了先前型号的不足并提高了可靠性。 其最大均用推力为14370磅, 最大家力推力为23770磅。 P-420采用的航电系统, 多数与欧洲北约国家在1980年代实施的MLU计划相似。 非控计算机为德州仪器公司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 配备菲尔菜防卫公司的数字化地形系统, 座舱内仪表板与夜视镜兼容。 但座舱照上, 微度电磁波易整合, 尽管P-420是新生产的飞机, 极限船飞控系统仍沿用F-16A的模拟系统, 而非F-16C的数字系统, 因此无法与完整的Lantern吊舱整合。 2001年, 随着M-120的采购, P-427的飞机将任务计算机升级至MMC-3051标准。 P-420的主要电子自卫系统包括NATX-113先进敌我识别器, NALR-56M雷达预警接收器和NAL-47反制撒布器, 提供基本的电子波识别警告。 ALR-56M雷达预警接收器在2006年至2016年间进行了两次升级。 除了这些被动防御营件外, 1994年, 美国还同意出售80套NALQ-184电子干扰钓舱。 该钓舱在后续升级中被整合入NAL-50拖液诱饵系统, 为F-16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电子战自卫能力。 1998年6月, 美国额外同意出售28套蓝盾外销版电子干扰钓舱, 总价值达1、6亿美元。 这批钓舱虽不具备原版蓝盾系统的完整功能, 如自动地形追踪与回避, 以及自动分配目标给红外制导的小牛导弹, 但仍显著提升了P-4-20机队的夜间低空作战能力。 在和平凤凰计划执行期间, 空军还通过凤眼计划采购了挂载于机腹的侦察钓舱, 是F-16具备了侦察机的功能。 关于NVDS-5Lanturn EU侦察钓舱的采购详情, 空军并未公开具体资料, 外界仅值采购工作始于2000年, 当时派遣了相关人员赴美接受培训。 大约在2004年, 该批装备正式交付给台湾空军第12战术侦察机中队服役。 此侦察吊舱具备光学与红外线影像侦察能力, 采用数字化存储器存储影像资料。 其侦察距离有两种说法, 分别为50海里以上和70海里。 自美国首次交付F-16战机以来, 台湾空军为了保持其战斗力和应对日益复杂的作战需求, 随着新武器的购入, 机队不断进行小规模的升级。 这些升级主要集中在技术改进方面, 如更换机载计算机软件, 优化用户界面以及升级一些关键的子系统, 以提升飞行员操作的便捷性和战机的作战效能。 然而,随着全球军事技术的发展, 台湾意识到, 仅靠这些零散的小规模升级, 难以在长远上维持F-16的竞争力。 于是, 台湾与美国展开了更大规模, 更加全面的升级计划。 全面的升级内容涵盖了包括机载航电设备, 雷达系统, 武器装备等多项关键领域。 这些升级计划严格遵循美军的标准, 确保F-16机队能够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 进一步增强台湾空军的空中优势, 尽管美军曾一预算限制, 一度使F-16延寿改良计划面临停满风险, 但在双方多次协商后, 台湾空军决定承担部分升级费用。 最终使得项目得以顺利推进, 这项计划不仅延长了F-16的服役寿命, 还极大的提升了其战场适应能力。 升级后的机型被命名为F-16B, 该型号不仅配备了全新的航电系统, 还装备了先进的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提高了战机的探测能力和打击精度。 通过这次全面升级, 台湾空军的F-16机队 已不仅仅是一支老旧战机的延寿版本, 而是具备了应对未来空战挑战的多功能平台, 这一升级计划的顺利完成, 标志着台湾空军在保持区域空旁优势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如果你喜欢介绍武器的魅力,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这里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